吴家良捐款支持巴都鲁亚新村庙宇 积极推动宗教多元与州政府政策 在最近的《拥抱宗教多元》驻大马和谐行程中 吴家良在发展观、县市议员和村长们的陪同下 访问了一例的多个新村 其中包括巴都鲁亚新村 吴家良在巴都鲁亚新村的访问中 向当地庙方捐赠了15000令吉 支持地方庙宇的发展 捐款仪式后 吴家良前往对面的茶餐室 与当地民众交流 并向他们介绍霹雳州团结政府 在非伊斯兰事务方面的政策 确保大家对州政府政策有清晰的了解 他特别强调 团结政府将坚守多元和世俗的路线 坚信多元化是国家立国之本及唯一出路 此外 吴家良还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参观了巴都鲁亚新村的新牌漏 这座新牌漏是近期完工的 展示了团结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性 吴家良对新村的未来发展表示期望 希望新村能越来越好 民众生活安定幸福 秉持着公平对待各宗教信仰的执政理念 霹雷州行政议员吴家良宣布巴野拿都国会选区内的华人庙宇 自全国大选后至今一共获得州政府15万令吉的制度化拨款 为该区华人神庙近年来获得最高的拨款数额 吴家良日前在巴野拿都展开拥抱宗教多元 驻大马和谐后 也对外赞扬巴野拿都火箭基层在过去长时间积极耕耘选区 不分你我的为民服务 尽管新动党并没有在巴野拿都的任何议席上阵 但当地火箭基层依旧不辞劳苦服务人民 最终协助赢得人民支持 才让西蒙成功拿下巴野拿都国会下的半港州选区 吴家良表示巴野拿都位于沿海地区 因此有着许多渔村聚落 且大部分村民都由朝善人组成 因此先法师公信仰在巴野拿都一带非常盛行 为此他在巴野拿都展开拥抱宗教多元之行时 拜访了多所先法师公庙宇 也以实际行动播出款项 协助先法师公庙维修 办事发扬正信宗教文化 先法师公信仰是于上世纪30年代 从中国朝善地区传入我国 而且其香火首先落脚的地方 便是霹雳州巴野拿都 因此霹雳州团结政府绝对有责任何义务 去协助保留和传承先法师公信仰 吴家良透露 这两年来 社会与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拨款的组织和庙宇 包括分别获得15000令吉的 双仪仗星云庙和双仪仗先法师公古庙 个别获得2万令吉的半岗先法师公古庙 及八眼拿都平安宫 或拨3万令吉的八眼丽巴法师公古庙 双武龙先法师公古庙则获得4万令吉 另外 吴家良也在2023年播出1万令吉给双仪仗新村建设彩虹桥 协助打造新旅游景点 刺激当地渔村经济活动 我国政治人物应该打造良币驱逐劣币的生态 更应该竞相维护中庸 捍卫多元而非竞争保守极端 让马来西亚的多元特色荡然无存 因此我也以实际行动捍卫多元 在过去两年一共为八眼拿都华人神庙 带来15万令吉的款项 让华人宗教信仰可以获得一视同仁的待遇 有鉴于此 吴家良重申即便巴掩拿都国会选区内的华裔选民 不足20个百分比 但团结政府仍然会公平对待该区的 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和民间组织 而这也符合昌明大马的执政理念